马可福音第十章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 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法利塞人来问他说 人休妻可以不可以 意思要试探他 耶稣回答说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 他们说 摩西许人写了修书便可以修起 耶稣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到了屋里 门徒就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凡休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辜负他的妻子 妻子若离弃丈夫令嫁 也是犯奸淫了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恼怒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 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 夫子 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周围一看 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门徒稀奇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 对他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 说 在人 是不能 在神 却不然 因为神 凡事都能 彼得 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 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儿女 田地 没有不在金事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再来世 必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债钱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前头走 门徒就稀奇 跟从的人也害怕 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 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 告诉他们 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 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 进前来 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 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说 要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 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雅各 约翰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 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瞎子 是迪玛的儿子 巴迪玛 坐在路旁 他听见 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大声 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说 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 对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了 瞎子 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 拉伯尼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 跟随耶稣 我用这个 procedure 他不错 我让你先从这个点 怪你不错 让你帮我 看看你 帮我 要你帮我 帮你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